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就是这个金鹿花 金鹿花它开的花非常的漂亮 因为它的这个花的颜色是这种紫色的 很多花都没有这种颜色 所以在花园里面种一颗金鹿花的话 就会非常的突出 而且它有这种白白的边 这样搭配起来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的花期是非常的长 可以从春天一直开到秋天 这个花的话它的香味有这种巧克力香味 所以它也叫巧克力花 而且这个金鹿花它是非常好养的 长得快又不容易得病长成 很好扦插 像我的这一颗就是扦插得来的 但是大家看这个株形是不是很丑 是这种平着生长的 所以看到这样的株形我就有了一个主意 我打算把它到时候这样种 坐在土里这个给它剪掉 然后这个把它培养成一个棒棒糖形 应该会非常的漂亮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金鹿花它对花盆材质是没什么要求的 然后就是大小 大小就根据它的这个植株 还有你想把它养成怎样来那个 其实高盆矮盆它都可以种 像我的话我打算把它养成这种棒棒糖 那么棒棒糖株形就比较高 如果用一个比较矮一点的盆的话 感觉不协调 所以我就打算用这个一加冷的盆来种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金鹿花是非常好养的 所以它对土的要求也不高 盆栽的话透气盆水信号就可以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通用土来种 想买这个土的花油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了 再把这个金鹿花取出来 这个根都已经长出来了 非常的茂盛 刚才把它撕了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根 这个根非常非常的茂盛 然后把这个汁给它剪掉 再把这个底下的叶子也去掉一些 做棒棒糖嘛 底下就要光一点 去到这么多就差不多了 这个根稍微捋一下 这个土还好 不会是那种很粘重的土 可以直接种 这个底下要放歪一点 这个质干它才是看起来是直的 继续加土 稍微把这个提一提 开一盘 四周按一下 继续加土 继续加土 它现在还有一点歪 所以我用这一个铁丝给它绑一下 让它比直一点 再拿这个薄膜棒一下 再拿这个薄膜棒一下 这样就给它做了一下支撑 再给它浇透水 浇透水之后 再把它搬去化苗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缓个三四天左右就可以 这一盆金鹿花 种下去一个多星期了 现在它的这个状态非常的好 虽然这个花已经开败了 但是又运出了很多花类 而且底下的花又长出了很多这个新芽出来 因为我是想把它培养成一个棒棒糖型的 所以底下的芽只要出来 我就要把它给灭杀 掰掉 好 为了让它长得更快 我是打算先不看花 把这个花类给它打掉 然后大家看这旁边就有一个芽 那么这个芽就会长得更快 然后我把它打一下顶 因为上面比较歪又比较纤细 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搬出去正常养护 我暂时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养这个地方每天大概可以晒到五六个小时左右的太阳 是够它的生长和开花的 冬天的话要把它搬到室内去 因为这个金露花它是比较怕冷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